近日,个别网络账户,以一张课堂教学视频的截图为由,主观一段,歪曲事实,在网上产生不良影响。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,网传截图来自2019年4月28日,河北卫视播出的,一带一路看河北专题报道,视频附后,反映的是我院周五多元课堂教学活动,拍摄于2019年3月29日。 多元课堂属正常教学活动,目的是通过中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,和外国留学生一同上课的方式,提高中国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能力,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。 多元课堂教学主题,由任何教师提前一周,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发布,学生报名参与,上课时根据报名情况,临时分组开展教学。 当日课堂的主题是茶文化,共有48名学生参加,其中,巴基斯坦及男生18人,均由巴基斯坦教育部选派,并提供该国政府奖学金。 尼日利亚籍女生一人,中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女生29人,研究生两人,本科生27人,个别账号别有用心歪曲事实,恶意炒作的行为,引发网民误读误解,对学院和师生生育,造成严重伤害。 我愿以报警公安,网信等部门依法处置。目前,最初误传信息的几个账号,已删除不实言论。 我们敦促有关账号澄清事实,消除不良影响。希望广大网民不信谣,不传谣,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。